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Mr.Bear 焦点人物焦点话题 网络广播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好 各位听众朋友 自从去年年底的九合一大选之后 其实整个在台湾的整个的环境里面 政治氛围还是相当浓厚 有许多的政治性的话题 一直是余波荡漾 比如说国内又再次为了 所谓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 到底是一宗各表呢 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义气 吵得沸沸扬扬 或许我们对于台湾经常出现 如此政治性的 不管是义气也好 政治人物的抽筒的画面也好 都已经感到厌烦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也正是对着台湾人民 感到骄傲 而且民主珍贵的是所谓民主价值的所在 好 香港人事实上对于台湾这样子一个民主的 这样子一个价值 自由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其实他们非常羡慕的 香港人便曾经如此形容 看台湾这样子吵吵闹闹 这种政治的现象 他们认为说 在台湾人民可以做主 这一点就比香港好 因此有一点点吵吵闹闹 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民主自由的现象嘛 的确 我们回过来看看香港 不论是在1997回归前 还是在回归后 香港人民对于 无法享有可以经由人民自己自主投标所产生的民主政治制度 其实这是许多香港人心中不仅是不满 而且是一种渴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2014年9月 香港人民为了争取香港行政长官的真正能够普选 爆发了一个被全球瞩目的一个抗争行动 被称之叫为雨伞革命 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运动之后 不知为什么 就成为了吹动香港人移居台湾新热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怎么说呢 因为过去 我们总觉得说 我们很喜欢去香港玩 不论去香港杀品 买买购物 吃东西 感觉那时候的香港是一个与世界流行趋势同步的地方 但97之后好像这样现象已经改变了 我发觉越来越多香港人反而喜欢到台湾来 根据内政部民署的统计 在2014年 从来台居留的香港人已经达到了7506人 这也算是不断地创下立你的新高 所以或许您会感觉到说如今走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你似乎可以明显感受到好像香港人变多了 不仅是旅客 还有很多是已经落地到台湾 移居到台湾 生活在台湾的各种 从事的各种不同职业的香港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是什么样的魅力 让这么多的香港人开始移居到台湾呢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陈玉成先生 来到节目中 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一下 如今这一个香港人移居台湾热潮的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香港移居海外的热潮 其实已经一波一波 到目前是第三波了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你好 玉成兄 谢谢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你有没有感觉说 其实好像真的是我们身边的香港人 或者是香港朋友越来越多了 对 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真的 其实真的 我们回来谈谈政治的问题好了 但我们就不谈政治 只是说谈谈政治所衍生出来的现象 香港人对于台湾的这样子 能够透过人民自己投票选举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是非常羡慕的 对 他们非常羡慕 OK 所以才会爆发了所谓的 那时候的2014年的雨伞革命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那时候香港的行政长官 那个选举事实上 对香港人民来讲 根本就不叫选举 那个基本上就是内定 对对对 好 那如果说 我们从内政部所统计的资料来看 的确呈现出了一种 香港人正在一种相当稳定的数量 逐年的移居台湾 那但是这些会考虑移居台湾的香港人 真的真的就是为了为了去享有香港 所无法拥有的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 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因素而已吗 我想请教雨前兄 到底台湾为什么会成为香港移居的首选之地呢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次在做采访的时候 就是事前跟这些香港受访者 移民来台湾的这些人沟通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过去也都接收过 比如说像BBC啊 日本NHK这些外媒的访问 这些外媒他们主要是把焦点聚焦在政治层面 就觉得说因为雨伞革命 所以保持他们就是移民到台湾了 那他们对于这个说法 其实是有一点保留 那么希望说我们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 不要面向这么单 你不要说只有聚焦在政治 不是因为政治出走啦 对不对 但是说就是雨伞革命 确实是让他们出走一个原因 那还有别的原因 比如说像是经济因素 像是大家都知道说香港的房价非常的惊人 就是说比如说在香港租一个小套房 可能五六平 可能一个月就要五六万 甚至更高台币的这个租金 那像很多香港一般的上班族 可能一个月的那个薪水 虽然说看起来数字比台湾高很多 可是可能三分之一甚至到一半 都必须要拿去缴房租 OK 所以让香港人的生活压力是非常的大 相费消费各种物价也比台湾高很多 对没错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文化社会上的因素 因为像蛮多就是移民产到台湾来的这些香港人 他们觉得说他们和现在的香港 已经不像是他们当年成长的时候那个香港 因为可能在现在的香港为了要迎接这些很大陆 就是大批的大陆观望客来 那可能就会到处开那种开这个黄金珠宝店 是 然后开这种连锁专卖店 别人说那么以前喜欢那种老港味都不见 是的确 其实我真的 97之后 97之后 然后中国大陆对于香港又开放了自由行 鼓励大陆人民到香港去 其实那一波97开放之后的 整个香港被大陆很多的自由行的观望客 所带动出来的很多的冲击 实际上是很严重的影响香港人当地的生活 比如说小吃摊的东西越来越贵了 然后也因此带动了小吃摊的租金 甚至带动了当地的房子的租金 让原本很多做小生意的人 他租不下去了 他也没有办法做生意了 对不对 然后房价也变贵了 香港的房价本来就不便宜 但是97之后更贵了 总总总的现象好像似乎自97之后 整个香港整个产业结构跟社会结构都产生重大的改变 让香港人民对于生活在香港 除了您刚刚讲的那个味道不见之外 其实压力更大了 对 特别我觉得这个压力对年轻人来讲 他们感受特别大 因为我们这次采访到蛮多对象 差不多40岁以下 这批的那个香港人会选择移民到台湾来 然后有不少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对于这些港 香港的那个移民的门槛是相对比较低的 就是相较于加拿大 或者说新加坡 或者说美国等等 所以外来移民的那个门槛是比较低 你只要准备20万的那个美金 来台湾做投资移民 那您就 就是这些香港人就可以移民到台湾来 OK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开放香港移民 基本上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用投资移民 是不是 对 投资移民是一个管道 那我们也有采访到一些 比如说是婚姻移民的 OK 对 或者人数也是创下历年新高 OK 以前还有一个所谓的除序移民 是不是 对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是 所以现在投资移民的门槛就是20万美金 是不是 对 就是20万美金在台湾开一家公司 OK 所以相对的其实那个条件算是 台湾之后 对于他们对于台湾各个层面 有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从以前来台湾观光旅游 感觉台湾不错 到真正落地生活的台湾 其实中心应该有一些 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那他们对于真正生活在台湾之后 他们觉得台湾又是怎么样的 好 好 好